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王明雅和劉仁慧相戀已经两年多了 大学毕业后分处两地 因为异地 两人感情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王明雅与女友住的地方相距200多公里 她每个月见女友一次 但每次只有一两天 阿姐帮你带四个过来吧 对对对 这个马路上有个超路口 你就看得到了 跑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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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前 王明雅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在一家大型铁路建设集团中 担任工程技术员 那边不是说要上人的吗 那边 这个月底下高完的 她目前参与的项目 是一项综合工程 需要在两山及山谷之间贯通隧道 下起一座特大桥 这对王明雅的职业生涯来说 是一次难得的成长机会 但唯独与女友的感情 她却难以平衡 我女朋友接受不了一天 我心态要积极嘛 我看是都觉得 就是以后肯定会有转机 肯定会好起来 你没有给我一种 就是我这个事交给你 我能放进让你去做的那种感觉 我会弄好的 弄好了我就过来是吧 你手上有想吗 有 有 有 没事 你发动机了 没有 说是这个刑机就发你 嗯 拜拜 王明雅的女友 正在准备重庆的公务员考试 目前没有工作 看以前我都不找胡子 我这儿都不不找胡子 现在都胡子拉擦的都 事实上 两人大学毕业后 因为异地而分过手 后来 女友主动选择来重庆 与王明雅复合 只是女友没有想到 王明雅的工作地仍然远离市区 异地的实质没有改变 跟着你 相当于他把以后的很多事情都交给你 然后也让我多了一份责任感吧 工区正处于施工的关键期 这一天 王明雅的师傅来工地检查工程的进度 就是打说如果一样的话 那就证明设计它这个没有问题 王明雅的师傅是这里的总工 常常有意地栽培王明雅 这个也是我们技术员必须具备的东西 我以为你请了个星期 我也想请一个星期 请谁 王明雅 王明雅女女友 在大学虽然读的是工科 但相识于学校的摄影兴趣小组 当时 在两个人的眼中 对方都是自己的诗和远方 这个是他跟我回贵阳的时候拍的 这张是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 那个大草原上 他爸爸妈妈都对我挺好 这一组照片发朋友圈 好多人都说挺好看 哎呀 好甜啊 好像啊 现在看起来都觉得真好 我也没找 我也没租过房子 我也不知道该咋找 这天中午的时候 王明雅接到女友电话 女友说 因为复习备考 需要安静的环境 想要另外租一套房子 一时一天的话 一千块钱 这天能找吗 这也是王明雅之前答应 而没有做到的事 女友认为 王明雅在敷衍自己 感觉还挺麻烦的 燃气费 电费 水费 网费 乌业费也要交吗 哎呀 以后就啥都得花钱了 再看吧 我得先把这边事儿弄好了 他现在只有备考试 他只要处在这个状态 他的情绪就不好嘛 比较低落 其实生活还是比较难受的 应该是 王明雅知道 女友说的换房 是希望他辞职 去重庆找工作 两人生活在一起 好搞的 我说你 打起精神来 冲刺一下你知道吗 好选业 跟王敏仰相比 女友留人会到重庆后找工作 并不顺利 这次备考也是想改变现状 二年之前我的料理水平 简单于炒油外汉 女友先在与人合租的地方 厨房公用 只有王敏仰来 这里才仿佛有两人想象中的样子 我自己做饭其实可烦了 不好做 就是你做少了吧 就感觉做这饭也没何意 几块钱几块钱都买 你也买多了我也吃不完 就放过来我再来吃 能买到保守 好 我做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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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灯初上 城市看上去 笼罩在温暖当中 我这人特别喜欢吃 你们在一块吃饭 吃得香啊 刘仁慧在重庆 没有彭氏和朋友 王敏仰理解他的处境 我觉得是你来了 还能吃点肉 其实 两人心里也都明白 他们目前还凑不够房租 也没有足够的钱生活在一起 你看 我就说肉里全像 吃了吗 那是你都吃了 你心里没点树吗 没点树 因为有点贵 我可不得精打气断了呢 嗯 你问你自己一个人火热费得多少 得亏你们公司包吃的时候 每次吃我都控制着 其实在 你在控制着 其实你还吃不过分分的吧 没有 我吃了 吃完 嗯 第一次来的时候 这都没有路 王敏仰负责的工区 完成阶段性验收后 师傅将他派往了另外的工区 断裂和提升 这意味着 不久 王敏仰将有较大幅度的职业拓展 待遇更是会改善 我是预想是这个样子 就是看他五年之后嘛 能当个部长或者当一个副总工啊 那更好嘛 他如果他是小伙子 那上升得更快的话 也是有个能力 给他跟他一个平台嘛 你喝啤还是白啥 新的机遇 让王敏仰的处境暂时缓和了一些 他约着新工区的同事们一同聚餐 女友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喂 我已经都在想以后的事了 我原来就是我太完美了 那情况会慢慢好起来的 你这些事你交给我做就行了 你没必要去想那么多 我放进去 其他事不我也做得挺好的嘛 是吧 那是以前 我现在太不了解你了 女友知道了王敏仰 短时间内不会离开工程处 情绪渐渐地失控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再坚持一下嘛 我马上就过来了是吧 过来不就能改变我俩 现在分隔两地的这个情况了嘛 比如咱们俩在一起好累啊 就是互相折磨 没有 是因为风太久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今天你有帮我 做回一个很大的决定 或者是干嘛吗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你的安慰都没有办法给我 你让我怎么去喜欢你 我也不想等你了 我也不想因为你在烦了 你又在等一下我嘛 你我真不想 我真的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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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 有啥的你吗 他说啥嘛 他说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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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致跟他说了一下 跟他说一下这个事情 他一直说是 你们都对我挺好的 我也确实我也不想走 不想走 我也跟他说 我说这个事情 我说就因为这么点距离 我说因为这点事情 我说这个就不算个事情 第二天 师父特意等在王明阳 每天下工的地方 他担心自己的徒弟 就是我要是在这的话 就我请你为啥就不方便 两头刀 确实这个东西也可以理解 是吧 没有一点归属感 你又不在那边 你可以把它完全给教理 你跟他说嘛 我家属在这边 包括他就跟女同志一块嘛 对不对 他该看书看书嘛 该散心散心嘛 对不对 你在这边上班嘛 这不是挺好的吗 看你俩有没有别的问题 对不对 我再想一想嘛 工作是一方面 做人是一方面 你刚毕业嘛 什么都要经历嘛 我也说一个国度起码呀 你就是 你真是 真是 真是 说是 到了年底之后 你确实决定 那大家 谁不过来 我们也支持 年轻人想一出 谁出 那你只好 给自己留 留付付付 说不干就不干 在 在 都是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嘛 谁都是这样过来的 其实我们经历的事情 独多少少 其他人也正在经历 或者说他们也已经经历过 对 这一年的冬天 王敏阳的女友参加了考试 成绩并不理想 王敏阳在重庆 试着找新工作 也不尽如人意 两人决定 一起离开重庆 临近春节 王敏阳递交了辞职信 他跟师父几事 想带女朋友回贵阳老家发展 两人仍然像大学时代那样 一起创作着纪念视频 还把这段起起伏伏的日子 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叫 按时成长 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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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